有些人認為台商是你自己要去大陸的 所以不管我訂了什麼法 你自己看得辦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角度 反過來看 台商是讓我們對外貿易 可以維持順差的最大工程 只要它在行為上面 沒有做出傷害中華民國 傷害我們國家利益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重新發落 問題是像東方衛視 這樣子所謂的直屬事業單位 在中國大陸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如果這樣子用直屬事業單位 來界定所有的任職界線的話 恐怕會無法去負荷 那也會讓民眾有點進退失距的狀況 所以我才說 按照現在兩岸條約的規範 你除了這種所謂的單位性質之外 你還要加上他本身從事的工作 是不是有違反國家利益或對台統戰 那在張經義這個個案當中 或許政府他認為有這樣子的界線的觸犯 但是到底那個界線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為什麼需要再進一步跟大家說明 我想這個事件 其實充分反應就是說 其實政府要給人民安心跟信心 其實相關的法令應該要具有個明確的公告 那如果說有觸犯到這個法律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依法行政 但是不是說先提出這樣的狀況 讓大家來去有點恐慌這樣子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在組織的認定上 他並還沒有達到一個會商的程度 去把它確認 不然你就是公告一份真的黑名單 哪一些是屬於這個範圍內的 這樣子來去做這樣的財法 才會比較能夠讓大家來信任 認定是目前陸委會所提出來的 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主張 但是他也提到要會同文化部跟NCC 來再做這個更進一步的這個 這等於是查查 那其實按照一般的行政程序 其實也需要由當事人來做相關的說明 所以我想這只是還是在一個行政查查的過程 那站在政府的立場 他是主張認為應該裁罰 但是整個的過程最後會做成什麼樣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最後還是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因為在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 這個33-2這個 他這個內容的限定 其實並沒有把它涵蓋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認定其實還要跨部會的去整合 包括現在各部會 到底是哪個主管機關 是作為裁罰的機關 現在他們也沒有辦法一下子說清楚 這個就是讓人民最困難的部分 因為其實大家最怕的就是用恐慌 不確定性